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不好意思 今天錄影时间稍微有一點delay 因為這兩天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在問 老師一個問題 神之K線 他覺得說神之K線 以前好像有聽過 可是對他總是一知半解 總覺得他是一個很神秘的東西 那到底這個東西 應該怎麼去做個運用呢 各位詳細的運用 可能沒有辦法藉由這十幾分鐘的時間 跟各位去做一個報告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再進一步了解的話 在這個禮拜天中立跟台北 會在現場幫各位準備 這個繩之K線新法的重點截錄給各位 我相信各位 你如果有一個完整的繩之K線的話 對於它的使用上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我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其實從上個禮拜五 禮拜一到今天禮拜二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12月的台子期 它波動真的很大 這樣子上去161點 這樣子下來又是111點 才幾天的交日而已 那到底怎麼樣去做一個破檢 各位其實巴仙過海各憑本事 但是給各位一個很簡單的示範 其實如果說 其實這兩三天的行情 如果你能夠真的去 正確使用繩之K線的話 其實應該是難不倒各位 我就舉個簡單的例子 來各位 這個是NAS達克指數 我有跟各位報告過 如果說你沒有老師的LINE 真的要趕快加LINE 因為有一些首頁裡面的一些 週末期 週末期貨分享充電站 各位那個每個字都很寶貴 來 這個是在禮拜五 收完盤之後大家看到的一個東西 可是大家看到就 那斯達克好像要反彈了 可是這在繩之K線 它的定義就不一樣 在繩之K線的定義是什麼 他看到這一根 他就會去動作了 費神半導體同樣 他看到這一根 他就會去動作了 這是什麼時候 在禮拜四 禮拜四 我們禮拜四的每股收盤 就是我們禮拜五的盤中 他就會去動作了 那會做什麼動作 10350政府兩點這地方買多 是不是在禮拜五的盤中 好那禮拜五的盤中 其實買對買錯 盤中馬上就有感覺 漲了76點 兩天到昨天 各位這樣子兩天 是不是漲上去161點 那我是看到些什麼東西 我是看到繩之K線的這個東西 看到這一根就會動作 我是不是在禮拜五的盤中 然後晚上他們去做一個反應 那禮拜一我們就delay了一天 我們再去做一個反應 所以兩天就是161點 那重點是在這地方的切入點 這是第一點 好同樣的繩之K線 那人家覺得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這樣子 好那到了禮拜五 他們收盤 已經反應了 同樣這個圖 同樣這個圖 各位在這地方 我也會去動作 做什麼 他們禮拜五收盤 那我們這邊 已經到禮拜一的盤中了 禮拜一盤中 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會去做一個動作 做什麼動作 昨天在1048 我正負兩點這地方放空 那放空之後到今天 到今天的盤中10386 各位從昨天的高點10497 各位兩天下來又是111點 是簡單的東西 你就是高手過招點一下就而已 點一下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真正的重點是 老師繩之K線到底是怎麼看 為什麼同樣這個圖 你知道在禮拜五要去買多 然後在禮拜一要去放空 結果這樣子上去161點 這樣子下來111點 各位這就是繩之K線 它讓人家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它到底好不好用 很多人在問我這個問題 我覺得所有的技術分析 它應該都是中性的 端看使用者怎麼去做個使用 還有用在怎麼樣的一個時機 所以繩之K線 你說好不好用 會用的人覺得很好用 可是不會用的人 真的到頭來還是一頭霧水 所以很多人這兩天 其實就在問我這個問題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這一個禮拜天 12月17號 要冒著這個風雨 要冒著這個寒流 要跟各位去做一個見面的東西 所以說各位如果在禮拜天 你想要對這個東西 有進一步了解的話 有報名的 而且你有到現場的話 會幫每一個觀眾朋友 準備這個繩之K線 它心法的重點解錄 我會幫各位去印出來 準備給各位 那詳細的內容 再跟我們的服務人 進一步的去做個諮詢 好那先帶一下 那接下來的行情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禮拜 最重要的要看兩個東西 一個是在道雄公會指數的部分 道雄公會指數 禮拜五它也是漲價值 所以其實 老朋友一看就知道 為什麼昨天晚上 它會在 在收紅 而且過高 但是它在這地方 其實它仍然是架構在一個 繩之K線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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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繩之K線的定義裡面 所以其實它還沒有走完 那另外 就是在這兩條 這兩條線 的一個攻防站 這是道雄公會指數 為什麼要看這個 因為它會影響到這個 這個東西是誰在玩 我相信不是一般的三五朋友 所以大家都知道誰在玩 那如果說它在這地方 來回測 這個20週的均線的話 各位你就要小心 這一段是 我們的加權指數 其實這一整年是由 這檔個股 功不可沒 它帶上來的 那如果說它在這地方 有一個明顯的一個方向的一個 轉向的時候 我相信接下來影響至少三個禮拜 那多則的話 可能會再繼續去做一個延長 所以這個禮拜最重要的關鍵 仍然是在這個地方的一個多空正值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神智K線 其實老朋友一看就知道了 那以上是跟各位所做的一個詳細報告 那這個禮拜天 禮拜天 其實這個大家都很感興趣 這個波段密集大公開 這地方我會跟各位去分享 上面還有這波段密集 其實重點就是抓一個轉折 那從這一波以來 你看 11月16號 18點 11月20號 到了11月22號的10877 高點10877 那11月22號的10859 這要48點 彈上來 更是38點 那後面這兩筆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所以這就是真正的一個波段轉折 期貨它抓的是一個時機點 如果說它真的有大行情的時候 各位那個要趕快加緊腳步 那詳細的一個內容 歡迎跟我們的夫人 進一步的去做個資訊 那好這次的叮鈴 天氣比較冷 而且在下雨 那各位保重身體 感謝 我們明天見 你好 op村 好 訂閱 告訴我 Hispanic 小蕙蝦 怎麼樣 可以 潔